如果看現在適用於香港的法律 我自己本身也是研究法律人 我就看不見 他們現在可以用什麼法律去起訴我 我認為其實他們現在這些行動 可能是要為23條立法 就是在香港立法 規管這種叛國 三中叛亂 叛亂這些罪性的立法 這個鋪路 希望為這些立法鋪路 所以我自己的判斷 我被起訴的機會應該不太大 因為現在沒有現行的法律去可以控訴我 關於我大學的教職 因為大學也有一定的規矩去跟從的 而現在因為也沒有什麼起訴 也沒有什麼違法的情況 所以我看大學也不可以 也不容易應該說去擊退我了 所以我自己看現在主要這一輪的政治的操作 主要也不是要嚇倒我個人 其實要令到香港其他人害怕 因為如果你們也提出好像我哪一種的言論呢 你們也可能受到好像我現在面對的這種打規模的批鬥 所以大家就會不再發言了 那麼我想這個可能更加是他們希望達到的目的 我學那天 我學那人 我學那天 我學那天 我學那天